另一项的震灾重点就是实施义工代证 来看的是在吉兰丹州哥达巴鲁 当地大水已经退去 志工除了挨栽户进行慰问还有发放之外 也在两所小学发动义工代证来进行清扫工作 有23位的受灾相亲加入这个行列 大水退去一地的泥巴 回家的路并不好走 但灾民的心情已经轻松许多 水患重灾区吉兰丹天气转情 蓝天白云的队伍也走入了村庄 送上应急金还有物资 更重要是这个拥抱 受到淹水影响学校都延后一周开学 但满地的泥泞复原困难 慈激也发起了乙工代证 共有23位相亲加入 分别在中华小学和中正小学进行清扫工作 并且烹煮热食 除了提供参与乙工代证的灾民 也分送到邻近的住户 槟城慈激志工也陆续动员能力和物资 30号清晨第二批赈灾团出发 前往吉兰丹 这次有12位人议会医护人员随行 有一些是关掉自己的城所 有一些是很匆忙的都在请假 然后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过来参与 一方有难 十方之缘 带着爱相随 走过一切阻碍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